个人视角的七同原则 上述的七同原则 虽说讲的是组织原则 但整体而言也可看作是一个个体 以个体而言 也有另一番生存的学问 职场生涯中 曾听过一段话形忍辱的人 是一个最坚强的人 任何人与世都集不到他 能忍才能成就天下大势令 在别的场合也有类似的言词 高位者要能 一享受孤独 二忍受委屈 三接受背叛吞下去 社会食物上存在着墙头草 风吹两面道 每个人都有他活下去的理由 及说辞 只有潮水退时 才知道谁没穿裤子 所以人生低潮有时是好事 此时找到的伙伴是自己真正的同路人 才可以肩并肩全力以赴或全身而退 而不会半途而废或受背叛 导致自身全身血泪 经过这些低潮奋起 会更成长勘清周遭的人事物 对形式判断也会有更广的视角 社会或职场的事 有弱有强 新三国 十五级中有段类似的对话 善用敌人 不用得罪 等待机会 一举歼灭上述对话 虽到出战争的残酷 但也间接阐述竞争时的无奈 有次打羽球时 发觉有一位球友 常会被邀约当双打的另一边上场 人缘好的不得了 有次我好奇的问他 怎么人缘这么好 常被人腰下场 他的回答令我玩味 打球十场 输九场就对了是啊 这诀窍正是 是若有的吃肉 是强令人见堵强 想要人缘好 要懂得事实示弱 另一种诸葛孔明 看谁聪明 诸葛孔明的声明是三国演义写出来的 若以时间点来做分界 以刘备的死来区分 刘备归天前的诸葛亮是个好军师 是伙伴关系 但刘备归天后的角色却变味沉香 沉香在魏街上是阿斗的臣子了 军师是克钦 是合作的伙伴 此时刘备以礼香带 是平等地位 无需三贵九寇 但一旦由军师成了城乡后 就要受制度的约束 诸葛孔明也许是个好军师 但不是个好城乡 他势必公卿 以身作则的结果 对蜀国的发展与成长反倒有所束缚 行大事者必须不拘小节 放眼远界 不限于短力 当然 凭见历史人物 就使论事的观点会因人而异 另一种观点是 如果诸葛孔明继续担当蜀国的军师 让其他人担任城乡 这时诸葛孔明仍以先望军师的克卿地位 虽不能携君主以至朝纲 但却可在君王与朝臣之间取得高一阶的平衡地位 不但客观上可培养有用之才 庙堂上也无需卷入汹涌的朝斗之中 因为帝王学里以天平守法来互相制 横世古来的精华 可惜的是诸葛孔明大师没想通 人落得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但有时回过来想 又如果不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能得千秋万载之名吗 您认为呢 庙堂之上 同路同心也要察言观色 谨言慎行 我的学生 小美女 在脸书上分享了一个庆生宴的故事 席中有教授 外交官 大厂老总 文人雅士 集团老板 不得不说是一场重量级的饗宴 演讲的内容 谈到蚂蚁金服与皇帝沙尘 中国古代的皇帝 杀权臣 杀功臣 杀奸臣 杀 臣 什么都杀 历史上认为被错杀的臣子 他们都有一个特征 就是大嘴巴 中国古代的皇帝 只杀大嘴巴 从来不杀哑巴 同学有时不需同路 同行 同谷或同污 记得在本书提到 有一MBA同学在学校会找同学同伙投资成同股 或有时寻求能成为同事 或结成一辈子的同伴成就因缘关系 如果这种由同学的正向关系衍生出另一种正向关系 如同上家同 亲上家亲是好事 另一种情况是当原本同学间的正向关系 由外生变数产生负向效果 那产生的负面效果 有可能把原本同学间的正向关系逆转为负向关系 不得不胜 例如A与B原本是很好的同学 A君想借重B君的才能协助公司的发展 所以A君将B君挖角至公司帮忙 殊不知 A与B单纯的同学关系到公司后产生了质变 一则来自原本的同学关系转变成了雇佣关系 所以利益及权利关系产生了 利益就有了多少的权衡 权利就有了高低的差异 那彼此的认知可能就会有不同 如果沟通不良 冲突一旦产生 负面的效果就接着出现 再则A君夫人 老板娘 开玩笑的说法 如果A君夫人是老板的娘 不管是夫人或是母后 如果有母仪天下的情形产生 那此时尽管B君再怎么优秀 有可能会被认定位 因为A君的公司原本就经营得好 B君才能得以伸展报复 另一种情境 彼此都更不愿乐见 即使B君时运不济 A君公司经营并未往上成长 反而节节败退 那母后如果要检讨败战原因 可就不妙了 上则例子 要如何才能有比较完美的做法呢 再次提供两点 一是如果A君实力尚可 成立另一家公司 由B君任职 一则可免去全力磨合 另外如果一旦无法继续经营 可顺势下车 互不相遣 第二则事先签订契约顾问关系 以绩效继筹 免去成本关系 以时间观察彼此的关系 正向发展则共同投资 逆向发展或许彼此全身而退 不伤感情 第二则例子 则是B君的才能真的成功协助了A君公司的业务发展 B君认为自己的心血投入使A公司得以茁壮 所以要求入股 A君考量后 如同上例 另成立了一家公司由A B俩人共同持股成立 新公司开张顺利业务赚钱 要分配红利的时候 B认为自己的付出比较多 要求多分红 A君不舒服了 分红是一股份分配的 何况B君任职新公司的总经理 已有薪酬支付 怎可再多做要求 此时B君另提计数股增资 也就是A君需在增资并由B君享有股份 如果您是A君会如何 上述的例子 最后是由A君将新公司持股全数一价卖给B君 各位读者 您看完后 认为A与B的关系后来是如何 结冰或破冰 我也不知 留给您自己想象 身经百战 荣誉标记VS伤痕累累 身心疲惫 曾记得有位长者不另称赞我一位朋友 身经百战 我的朋友或许当下有点疲惫 在为金思考下 玩笑信回了一句 但也伤痕累累式的 俗话说 能者多劳但事实上也反映着某些事实出口的人多 出力的人少 其差别就在于执行力 理论上有着理性行为理论 从动心 其念 发于形式有着阶段性的步骤的 通常动心快 其念不难 但止于形 其停滞点就在于主观的犹豫及客观的影响 所以有时团队很重要 就类似投资名言好的队友 带您上天 庙 堂 猪一般的队友 让您住套 牢 房 向心力 方向 中心 执行力 一中心 团队的共同目标及价值观 团队的目标就是一群个人的目标所累积起来的 每个人的目标都共融于团体目标并互相契合 个人才会认同团体的目标 如果每个人的目标不同 或者不融于团体目标 企业的员工感觉不到为公司而奋斗是为了什么 上班只是混口饭吃 二方向 团队前进的方向 团队依照组织特性或由领导人指路或由共事决定团队的前进方向 没有方向的时候不能逗留在原地打转 每一个行动都会消耗团队资源包含等待 三执行力组织的综合力量 执行力等于行动乘速度 一般谈到团队合作就是团结 配合执行 但却较少谈到速度 要知道天下武功 无坚不破 为快不破 今年的60分常常赢过明年的90分 因为60分抢先进入市场 且可以边走边吸取经验修正 三抛 三抬 二抬 三抬 四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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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抬